一個可能會第一個面臨到一個問題說 你要怎麼樣放到那個 我們的 在Android裡面 把它拿來當資料來源 那當然一般性我們前面有學過啦 要不就是把它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那個 Sring Array 或者是那你也可以把它放在網路上 或者是 把它放在根木木底下 是一個文字檔案 文字檔案你便需要把它讀進來之後 再去切啦 方法很多 那這裡的話我是用一個比較 前面學過的方法就是說 我們把這個資料 預先先放到那個 我們的 這個Sring裡面 不過 這個因為當然如果你要自己做 可能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那我是利用那個 其實 我是用那個VBA 去把它快速的轉換一下 其實就是 給一個名稱 再給一個那個後面前後加一個Item 然後把不同的欄位的資料 把它前後加一下啦 反正就是一個跑來回圈 然後先放在那個Excel裡面 反正它就一欄一欄的 然後就前後加一下 先加一個前面一個String的一個Name 然後再加前面一個Item 後面加一個Item 加一個換行 然後全部把它全部都在一起 那總共的話我是 當然我就放兩欄 一欄是什麼 我們的成語名稱 一欄是那個成語的那個解釋啦 大概就是兩個 這裡面都是 在底下這邊 第二個那個String的話 其實可以從旁邊這邊有個小箭頭 這兩個 OK 那這兩個的話 基本上大概有1000多筆資料 那第一個就是說 我先把資料 M的資料放進來 那當然我這個 這個範例是從那個 我們的SQL Lite 2 去把它改一下 我去查一下 成語的名稱 那個英文叫諺語的 Proven 這個這個名稱的話 我就加一個這個 諺語的這個專案名稱 然後M的部分的話 我是把它這個地方 加兩個String Array 可以加在這裡 但是這個資料 不表示說它在那個資料庫裡面 所以裡面的話 資料非常多 當然你不可能說 像剛剛那個水果一樣 有四個Esset into 四次就搞定了 那必須怎麼樣 當它載入的時候 要去怎麼樣 把這個資料 讀到那個 我們的database裡面 讀的方式的話 我們第一個M V的話呢 基本上我沒什麼變動 只是頂多就是說 在那個介面上面 要讓使用者輸入 未來剛剛是查編號 那不過這裡的話 我是查什麼 查那個關鍵字 比如說我今天要查什麼 預設有個預設字 預設的話假設吧 因為我怕等一下 它在輸入中文 比較麻煩 所以我給它一個預設字 預設的字龍 在成語裡面 有關龍的成語有哪一些 然後呢 它的解釋是什麼 OK 最好連例句也加進來 OK 那大家可以用個查詢 跳出來 關鍵字就出來 所以利用同樣的範例 你只要需要什麼 查詢系統 都可以用這個來修改 OK 那它可以查詢全部 全部的資料 介面的話大概是這一些 其實沒有地方沒有改太多 就是一個關鍵字 打什麼字 OK 所以也就是說 將來你在查的時候 那可能在那個篩選條件上面 就不能用等號 那必須用like 因為文字資料 用like like的話前後呢 要加萬用字元 那萬用字元在SEEQULE裡面 是百分比 不管前面是什麼東西 不管後面是什麼東西 只要裡面有一個龍這個字 那就幫我查出來 這個正好應該前面有講過了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SEE的部分 就是我們那個程式部分的話 大概跟前面是一樣的 這個是我是沿用前面 主要會有哪些部分修改 這個地方的話呢 主要是這個CREATE TABLE 這個部分 CREATE TABLE的話 TABLE名稱是一樣的 可是欄位名稱不同 我這邊欄位名稱 一樣會有個ID 這個不變 那後面的話呢 多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是成語 一個欄位是解釋 那我是用英文的名稱 把它加上 兩個形態的話呢 都是文字 OK 都是TEST 那裡面可以放TEST 那再來的話 第一個修改這裡 第二個的話呢 最重要就是說 什麼時候去做 新增到 那個資料庫的動作 特別是因為我現在的資料 是放在Strength裡面 所以呢 我必須要怎麼樣 Strength Array呢 我必須要在什麼時間 把它讀進來 第一個 我在上面宣告了兩個陣列 這兩個陣列的話 這兩個陣列 名稱也許 就是成語 跟這個解釋 這邊有兩個陣列 然後在什麼時候呢 把它載進來 當我連結的時候 順便把它用什麼 getResource 這前面有用過 getString Array 把它載進來 也就是說 把資料呢 從這邊 把它載到這裡 那這個陣列裡面呢 就是放什麼 我們放Strength Array裡面的東西 全部通通幫我把它抓過來 放在這個陣列裡面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需要做什麼 把這些資料 當我啟動它的時候 全部都insert into 到database裡面 所以這邊的話 基本上 最重要是在這裡 但是 前面的程式主要是 Cursor去getAll 這個地方會有個getAll 那為什麼要getAll 因為呢 我先檢查一下 如果裡面沒有資料的情況下 我才去做insert 但是如果說裡面已經有資料了 那我不可能說每一次 一起來就insert 一起來就insert 不對 一定要什麼 先check一下 如果已經有資料了 那就不要做了 OK 就只是把它查出來而已 所以基本上呢 那我這邊呢 基本上就是查詢的條件 所以這邊好像多一行 這個應該是可以把它刪掉 因為底下已經有查詢 這邊做一個邏輯判斷 不 getAll 不對 這一行一定要留 因為我要先把資料先讀出來 放在Cursor 我才知道說 到底裡面有沒有資料 OK 那如果說Cursor裡面的資料 它是小於1 等於說裡面的資料是0 或者是num 就是說呢 裡面假如說 資料是沒有的情況下 那我才去做新增 那新增的方式的話 當然就跑回圈 從0開始 正列 然後呢 當它小於這個 總 自傳長度的時候呢 那就是 做底下的事 底下什麼 就是insert into 底下就是 把第一個資料 加個0 第0個 第一個一直往下 直到跑完為止 那跑完之後的話呢 再去做讀取 因為呢 上面這個是 讀取主要是要判斷一下 裡面到底有沒有資料 那再讀取是已經寫完了 那我再把它讀出來 讀出來之後呢 再把它放到什麼adapt裡面 OK 那其他應該都 差異性不大 其他都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 底下 查詢的部分 比較重要的不同 就是說呢 底下的查詢 OK 各位可以發現 這邊有個關鍵字查詢 這個關鍵字查詢 就是說 當我輸入什麼 龍這個字 假設龍這個字 那前面的話 欄位名稱改一下 本來是用id來查詢 那因為我查的是成語這個欄位 那因為這裡面是文字 所以用like like 記得喔 文字的話前後一定要單引號 再加個百分比 表示說呢 不管前面是什麼 只要裡面有一個龍 OK在這裡 不管後面是什麼 記得結束一個單引號 那就幫我查出來 所以基本上我把它執行過 看到的結果 應該就這樣子 有沒有 他把資料全部都帶過來了 帶過來之後呢 那我可以查詢全部 查詢全部的話呢 他就幫我把所有資料列出來 當我輸入一個龍的話 按一下查詢 OK 龍的字就顯示出來了 那當然呢 將來也許你可以呢 點擊它之後 跳出一個learn dialogue 把那個 成語啦 例句啦 這個成語解釋啦 還有例句 或者是其他的 甚至是如果有圖的話 你也可以帶出來 諸如此類的 這個部分 因為我沒做 我只有做一個簡單的 就一個toss而已 但裡面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learn dialogue 做法上都差不多 那這個部分 因為程式其實非常冗長 那但是其實還蠻有幫助 從這個地方之前 蠻多同學 就把它拿這個範例來改 就可以改出很多花樣出來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 放在那個我們的成語 這個成語查詢系統部分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裡面包含就是我們 我剛剛講的 它這個文字檔 指的是原始的資料 就是說呢 它有就是 成語解釋例句 那當然如果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 因為要把它轉換成string array 其實很花時間嘛 那我是用程式來改 那用什麼程式來改 比較快 其實說真的 還是用Excel VBA最快 因為打開之後有沒有 直接怎麼樣 直接就打開來之後有沒有 然後呢 在那個Visual Basic裡面 就可以直接開始改了 只要串接 跑一個回圈 然後直接就可以把它 全部串在一起 前面加一個item 後面串一個item 再加一個換行 輸出 它就幫我輸出了 其實這個 道理都差不多啦 一樣會有變數 這個是那個什麼 我們的序值 就是我們的工作表 OK 如果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自己再了解一下 OK 好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就是把剛剛的範例 再複製一個 也許你再另外複製一個 專案稍微改一下 試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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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